地球上的水来自多个来源 主要的水来源包括 1.太空的陨石和彗星 在地球形成初期 可能有大量水带来自太空中的陨石和彗星撞击 这些天体含有冰和水分通过撞击地球而释放出来 2.内部的岩石圈 地球内部的岩石圈中也含有水分 在地壳和地漫的过程中 地下水和岩石中的水分会通过地下 水循环和火山爆发等方式释放到地表 3.海洋和海洋蒸发 地球表面的海洋是地球上最大的水库 占据了约70%的地表 由于太阳能的热量作用 海洋中的水会蒸发成水蒸气 形成水循环并最终以降水的形式返回地面 4.地下水 地下水是存储在地下岩层中的水分 降雨或地表水逐渐渗透到土壤 和岩石的裂缝中形成地下水 地下水通过地下水循环与地表水相互作用 这些都是地球上水的主要来源 水的循环和再生过程使的地球上的水资源得以持续存在